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63集 刘芬到底也没想出来要去哪里玩 旅游这个词对八五年的人来说并不是必须品 哪怕都是不缺钱的人 后世许多热门景点现在都还没开发呢 能旅游的就是名山大泽 爬山第一个被唐红文枪毙了 他认为节约体力很有必要 体力节约下来做什么呢 这问题要是抛出来 刘芬大概又会脸红的像煮熟的瞎子 领完结婚证的第一天 唐红恩带刘芬逛了逛商都 商都这地方刘芬生活了一年多 自觉还是挺熟悉的 但他所谓的生活 是服装店和于奶奶家两点一线 顶多加个菜市场和榨油厂那一带 也是跟着唐红恩后面 他才发现商都原来这么大 好多地方他都没去过呢 商都的变化还是不小啊 唐红恩早年也曾在运南任职 对这地方不陌生 不过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故地重游身边带着刚领证的妻子 他也有不同的感触 他怕刘芬放不开 故意没开车 两人就那样在大街小巷 漫无目的地闲逛 尝尝当地小吃啥的 倒以闲适 这对曾进两人的感情是浊然有效的 开始呢 牵刘芬的手还感觉挺僵硬 慢慢的 唐红恩察觉到刘芬在放松 这是个大进步哎 两人的抽吻 并不是发生在晚上 那时候是下午 逛了半天要往回走 刘芬上车的时候 一缕头发卡在了车窗上 唐红恩俯下身去给他解头发 刘芬干了尴尬的事 自己就挺慌张 他也想帮忙 可头发被车窗玻璃给夹住了 越着急就越理不出来 我去把车窗摇 唐红恩和他说话 正好他慌慌张张抬头 两人的脸就碰到了 一开始 唐红恩还没意识到 自己碰到的是什么 并不是像后世偶像剧那样 一男一女发生意外 就那么凑巧的 嘴对嘴 严丝和凤亲住 涂了胶水一般 久久分不开 嗯 如果真是那么猛烈的相撞 很大概率是磕破嘴唇 甚至磕掉牙 唐红恩和刘芬的初吻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稳 就是一瞬间的唇与唇的触碰 速度快的连两个当事人都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很柔软 又淡淡的花香 嘴唇会被冬天的风吹皱 阿芬抹了点保护嘴唇的东西 香香的并不难闻 这时候 刘芬的头发还缠着 她坐在副驾驶上 唐红恩是站在车门边弯着腰 她回味了一下刚才那味道 一本正经问刘芬 阿芬 我能不能 再亲你一下 刘芬瞪大眼睛 这里虽然是个小巷 指不定里有人路过 这人莫不是失心疯了 说这种话 不 一个形字 还没说出嘴呢 唐红恩伸手 揽住她的后脑勺 已经亲了下去 尚未出口的呢喃 全被封了起来 她吻得小心翼翼 好像在确认她的味道 说是成熟男女的情欲 更像是新婚的 似熟非熟的丈夫 向新婚妻子打招呼 他们原本是 风马牛不相及的陌生人 一个是前途远大的市长 一个是离异的农村妇女 这两个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 因为一场大雨 因为码头小店的邂逅 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病 那一晚普普通通的米粥而结缘 动心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 与金钱无关 与权势无关 在那一刻 离婚十多年的汤红恩 需要这么一碗粥 有家的味道 抚慰了她病厚虚弱的脾胃 和新官上任 一切都毫无头绪的焦躁 而刘芬呢 从农村到城市 她被女儿拽着往前走 她意识会迷茫 这时候 有这么个男人 认可她 欣赏她 甚至喜欢她 刘芬也完全无力抵抗 这样一个男人的追求 说是套路太深 何尝又不是两个 都曾在失败婚姻中受伤的男女 彼此吸引 相互慰藉呢 偶然中存在着必然性 他们 适合在一起 这个吻 什么时候开始的 刘芬知道 但 什么时候结束的 等回过神来 汤洪恩已经把车 开到了招待所 同志你好 这是我的工作证 这是我们的结婚证 要一间房 夫妻俩住一间房 天经地义 任何人都不会说三道四 刘芬还是莫名 窜起一股羞涩 生怕前台会多打量她 会笑她不正经 结婚证上的日期 就是今天 刚领了证 就急和吼地来开一间房 傻子都知道 接下来要发生些什么 不过 刘芬实在是想太多 汤洪恩选的是 商都市委招待所 她的工作证 一地上去 招待所的人 又哪里敢八卦呢 虽说现在的服务员态度恶劣 那得看是在谁的面前 在领导面前 他们全是训练有素的 汤洪恩不是商都市长 但的的确确是一位高级干部 不管人家来商都 是公干还是私人原因 要住在市委招待所都有资格 机灵的招待所工作人员 看见领导带着夫人 还要给安排一间清静的房间 汤洪恩走前面 刘芬跟在后面 汤洪恩干脆牵了她的手 以后咱俩都并肩并排地走 实在太窄地过道 那也是你走前面 走前走后 很能说明地位 要想别人尊敬刘芬 汤洪恩首先得自己尊敬她 比如现在 领路的服务员听到这句话 已然决定要带这位领导夫人 更小心恭敬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刘芬就开始紧张 汤洪恩把电视给打开了 我先去洗澡 你洗不洗 自然是要洗的 轮到刘芬洗澡的时候 她还给自己打气 男女间的事 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 她有啥好紧张的 话是这样说 她还是在卫生间 磨磨蹭蹭待了好久 热腾腾的水蒸气 轰得她整个人都快燃起来了 还是汤洪恩怕她在卫生间昏倒 出声催促 阿芬 哎 我马上出来 汤洪恩看见她出来就笑 有这样的新婚夫妻吗 洗了澡出来 衣服还穿得规规矩矩的 除了发烧的水汽 真看不出来 这是个刚洗过澡的女人 不过把穿戴整齐的衣服 一件件亲手脱掉的 不正是丈夫的权利和乐趣吗 汤洪恩伸手把刘芬拉住 阿芬 你很紧张吗 汤洪恩坐在床边上 刘芬却是站着 身材娇小的她只有这样才能居高临下 就这样她也丝毫没有占上风的感觉 眼神根本对不上胶 嘴倒是挺倔 我 我不紧张 不紧张呀 那牙齿为什么会打颤 汤洪恩闷声失笑 把手伸向自己不紧张的老婆 一颗扣子 两颗扣子 一件外套 一件毛衣 不紧不慢的 最后只剩下贴身的内衣 牙齿在轻颤 肌肤在站立 虽身材娇小 却颇有真材实料 阿芬 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美 刘芬只来得及说关灯 后面的事全然不由她主导 她拱着身子 身体内所有的弓弦都被大力绷紧了 仿佛下一刻就会断掉 眼神涣散时 她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谁说男女间的事 不就那么一回事 不 根本就是天差地别 大大的不同